熬夜是青年一族的标配,伴随着社会压力增大,娱乐方式多元化和个体一时的觉醒,熬夜玩水已经成了年轻人生活的常态,很多人是属于被迫式玩水和习惯性玩水,那么长期熬夜和从不熬夜的男孩子一年后差距有多大,你别不信。 一个人的气色和颜值最离不开的就是皮肤状态了,经常熬夜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就会稳烂,这样就严重暴斗斗,长黑头,黑眼圈也会缓绕在眼周围,眼带下垂。 长期熬夜会影响青少年长高,毕竟晚上正是生长激素发挥作用的时候,若是这个时候不睡觉会容易长不高,并且长期熬夜的人晚上都习惯吃香夜或者是零食,这是非常容易长胖的,所以长期熬夜的人身材会非常的胖。 熬夜的人比正面正常的人更容易患上癌症,经常熬夜的人发病率要比一般人高出三倍多,因为癌细胞是在细胞分裂过程中产生的,而细胞分裂都在睡眠中进行,熬夜会影响细胞的正常分裂,从而导致细胞突变产生癌细胞。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见解吗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